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先一起来念开经济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 真实意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 平等绝经 发大识愿第六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四十一愿 我们今天从四十二愿开始 请翻开两百四十二愿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开始 我作佛时 所居佛差 广博严禁 光影逐境 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若不合者 不取正绝 这个是四十二 彻照十方愿 前面 从第十八愿到二十七愿 都是说他方众生 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得到的种种利益 文明啊 在这么多愿里面 都得真实的利益 所以这一句万德喉名 这个是妙音 要善巧方便 让人家听闻 当然 首先 我们说为人演说 我们自己要念得好 念得很有受用 亲戚朋友看了 生欢喜心 就像刘树云老师 她得到重病 我们班姓郎昌 因为念这一句佛号 病好了 现在八十多岁 身体很健康了 这个就为人演 演的时候就在说法 我们要时时存有 利益众生的心 行为示范 给大众信心 尤其末法时期 靠智力要断见识烦恼 出轮回 那几乎很难达到 都要靠念佛 得弥陀本愿 微神加持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横出三界 只要能具足 真信切愿 老实念佛三之两 可以万修万人去 所以净土法门在末法 更显得重要 因为不往生 就出不了轮回 就没有办法解决 生死问题 好 所以这个十八院到二十七院 都是他方众生 闻阿弥陀佛名号 所得到的准准利益 此处说明 见到西方世界 依抱着庄严 道心自然而生 比前面说的更殊胜 所以四十八院 确实是厚厚胜于浅浅 前一句说明 阿弥陀佛国土的广大 广大到什么程度 那诸位看了前面的 三十九院就明了 三十九院里所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形色 光相 明术 极乐的菩萨 都不能完全明了 也没有办法宣说 这个境界是 唯佛与佛乃能知 这是阿弥陀佛国地诀 成就的国土 等觉菩萨 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只说极乐世界的一部分 那此地是讲全体 前面讲部分已经不可思议了 何况 全体 所以我们能想象得到 它确实不可思议 这个广是广大 严是庄严 静是洁净 广大庄严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美好 用现在的词叫美好 老婆上这么讲 我们比较容易感受 那个环境里 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到 是尽善尽 是尽善尽美 因为 绝华 因为这个 世间自在王佛 将十方国度 都陷在法藏比丘 面前 那法藏比丘 把所有的优点 都纳入 四十八院 缺点都不要 所以这个做法也是 实事求是 很科学的 所以才能尽善尽美 我们学四十八院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学处 就是学阿弥陀佛的 纯心 学阿弥陀佛 怎么考虑事情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到 自己能不能往 尽善尽美去努力 你看我们 曾经 学过 在十三页造经里面有 三十七道品 一开始是四念处 十年处是看破 要能看得破 就比较能放得下 观身不敬 不能贪着这个身相 这个是个臭皮囊 不能贪着 当然也不能糟蹋它 也要借假修真 我们随时要防止 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修行要走中道 观寿是苦 看破这个世间 三苦八苦 世间无常 活土为翠 也不容易留恋这个世间 观心无常 这个心也是 妄想 纷飞 止不住 观法 无我 这个无我 就是 我是主宰 主宰不了 你看我们最近的身体 我们让他都18岁 办不到 他每天在变化 上了秋天之后 变化更明显 有时候不经意照镜子 都能感觉到 皱纹变多了 连黑斑都变多了 那这个 请问这个皱纹 黑斑有没有 在给我自己说法 这个提醒自己无常 我最近也感觉 记忆力 没有以前好 那这个记忆力退步了 也是在给我说法 时间不多了 当然 有时候这个脑子不好使 可能跟睡眠不够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处理好 还是 作息要正常 睡眠要充足 不然你常常精神不济 这个处理事情会恶性循环 所以这个作息要调整 饮食要调整 身心要调整好 要跳出 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脑子清楚了 应对每一件事 都是用真心去应对 慢慢就会觉得 跟一切人事物 是良性的循环 不会越佛 越烦 越累 总要 总结走过来的路 这一点很重要 你看 阿弥陀佛在因地 做法杖比丘 他也是总结十方国土 的优点 跟缺点 那请问 阿弥陀佛 做的这个动作 我们要不要用在自己的人身上 曾经走过的 这个好的部分 优点 继续保持 甚至还要 向上提升 是正经说的 为身善令身 以身善要让他挣扎 以身的恶 要把他熄灭掉 未身的恶 不能让他再生 所以我们 学阿弥陀佛 好的都保留住 我们 前面走过的路 好的保留住 不好的 要痛改 把它改掉 修行就是两件事 知过 知过是看破了 看清楚了 放下就放下习气 改过 首先改哪个过呢 最让父母不放心的 那个习惯要改掉 我们开发自己的性得 要从孝清尊师下属 要先让父母安心 让老师安心 所以我们现在 医治的老师 他最不放心我们什么 都要在这些地方 痛下功夫 唯有我们这么去做了 这个老师才会觉得 如此可教也 不然给我们讲了老半天 我们还是依然顾我 那这个老师是不敢攀缘 而且这个善知识 时间 体力是有限的 他也不可能去攀这个 老上 差不多90岁左右 也都跟我们提到 他要带学生 他说我只能带五个人 太多时间经历 不不来 当然 假如你遇到善知识 他很用心带你 你可不能搞情职 这个老师今天 跟我讲电话 讲了20分钟 下一次只讲了两分钟 嘴巴翘起来了 很不高兴了 那只是搞情职 那什么都收获不了了 假如 我们的领导老师 在栽培我们 不能 不只不能搞情职 还要更好的 去互联好团队的 同修 这样才不枉啊 领导老师 对我们的栽培 疼爱 就是我们敏南话 我们从小到大 常常听长辈 对我们晚辈 说 敏南天 我们这个敏南话 都有押韵 这个敏 这个叫入生字 意思就是 值得人家疼 敏南天 我们想一想 我们值不值得 人家疼爱 这一点都去体会 你看我们值不值得 阿弥陀佛疼爱 我们受此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阿弥陀佛没有白藤自己 自己都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就怕我们这个情子起作用 控制 占有 不只不能配合善知识 利益众生 常常闹情绪 那这个就添乱 就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学佛 是把情子放下 不能是情子 换对象 在道场里面 也搞情子 这个就不妥当了 好 所以这个尽善尽美 也不是偶然 重视 总结 十方佛国度 的情况 那我们自己也要总结 总结好 然后 我们 要解形相应 我们知道 孝清尊师 是大根大本 我们就不能 跳过这个重点来修行 那就没有根了 所以希望 让诸位同修 将父母老师 最不放心 我们的地方 我们痛改 那 这个 改的有心得 也欢迎大家 写心得 包括 成德会颁奖 现在都要颁奖 比较有人参与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但是你可不要给我写万言书 你写一万个字 我看了 时间可能不够幼了 可以简短一点 当然这个也是广修供养 法供养 得聪明智慧 那 我们在学习牢上的 这些法语 要能体会到 他的心境 他在几世 广博严静 广大 庄严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美好 我们一听美好 很容易理解 那这一段话 拉回来自身 请问 我们在 对亲戚朋友 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 让他们 每一句都要听懂 这个是不是把牢上的心境 用在自己 处事了 我看有些人讲话特别快 他有没有顾及到对方 有没有听懂 那一个人讲话 没有顾及对方 那是自我为中心 我想讲 什么 我的速度 就是这么快 没考虑别人 在每一个静缘 放下自我 这个叫会修人 你们有没有听到 虫鸣 蛙叫 有听到吗 没有听到 有听到吗 没有 好 这个是 这个电脑的设备不错 除了我的声音以外的 他都不收进去 因为我现在在山里面 有很多虫鸣鸟叫 我们说木贤当木即心 我们现在仰慕老和尚 就要学习他的纯心 其实这个治理行间里面 都有老人家的心境 所以我们以后讲话 要放下我职 要考虑到对方 听的状况 吸收的状况 我自己记得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算是 很资深的教授了 可能研究功夫蛮强的 可是他上课 我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听不懂 因为他讲两句 他就会穿插 in general for example 都会讲英文 他一念英文 我的脑波就有点中断 所以就听得不是很明白 我们讲话 看着人家的眼睛 能感受到人家的理解 情况 接下来老和尚讲了 那个环境里 丝毫的缺陷 都找不到 尽善尽 在我们这个世界 尽善尽远 是我们向往 他是理想中的 其实没有办法 做到 不但我们地球上没有 就是佛经讲的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缺陷很多 庄严当然 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 六道轮回 毕竟人 都有业力 在作用 是法相处 极乐世界是法信处 都是自信 变现的国度 自信是 敬善敬 我们现在到人间来投胎 人间是酬业而来 我们都有善恶业力 在作用 俗话都说 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当然有缺陷了 当然了 这个也提醒我们 不如意多了 过去今生 造的恶因比较多 所以 假如有不如意 千万不能怨天尤人 不然又造恶的因 要随缘 顺受 为忍辱 这个都是自己照的前因 逆来顺受 就把它 化解掉了 这个债还掉了 而且能够逆来顺受 自己就在这个境界 向上提升了 处逆境 随恶缘 无称慧 我们逆来顺受 没有称慧心 业障竟小 所以逆境恶缘 也是来成就自己的 所以人人是好的 事事是好事 洁境是没有染污 染污不仅仅是环境 更重要的是心灵 我们今天讲的是精神 精神的染污 思想的染污 见解的染污 一般人常常舒服了 从我们个人的身体 我们刘明德医师 他提醒老和尚 在台湾讲第二遍 忘记还原官 他有带领华言实验室 做的比江本身 博士人做的更精细 更完整 也在联合国 发表过两次 他们 收集了很多 现在西方顶尖的 科学家的资料 都显示了 疾病了 很高的比例 可能都超过80%以上 都跟心理有关 所以身体跟心分不开 其实身体是 我们自己的心念相续 产生的像 所以 为什么病很严重 可以转变 就像刘树云老师 这个宏伴性郎昌 比癌症还厉害 可是他的心念 都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身体就转 包含我们的环境 老后上说 环保环保 喊了那么多年 有没有改善呢 应该是有改善 只是 恶化的程度减缓 还在恶化 最重要的 能认知到 老后上这里说的 污染了 不仅是环境 更重要是心理 人因为自私了 只考虑自己 没考虑后代 没考虑其他的众生 才会把环境破坏 所以现在人最严重的 精神染污 就是觉得自私是正常 我喜欢怎样 谁都没有资格管我 那这个就很麻烦 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 结果还有学者 错误的思想 影响了一大片人 编在教科书里面 居然说 企业唯一目的 赚取利润 这个很偏邪的言论 居然变到教科书里面 所以 大家现在书不要乱看 不是彻底觉悟人的书 别乱看 我记得 这个应该有26、27年前 当时还没有遇到老和尚 我们就开始 想学这个 心灵方面的 这些学问 好多灵修的大师 可是是邪的 他都已经死了 还有地方一堆 信奉他思想的人 还在那里照他说的在修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和杀 自己 没有被染污 主要还是家庭教书 有一些底线 结果看 这个邪师 又讲金刚经 讲什么禅宗 声唱大师法语 你看这一般人都讲不了 他一本一本挂在书局上面 现在想想想太恐怖了 显正才能破邪 像老和尚这样宣讲62年 把佛法讲清楚了 不然这邪的力量太强了 尤其现在是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了 把享乐 把享乐视为正常了 功利 急功近利 自私自利 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个都是严重的污染 我们被严重染污 但是自己不能觉察 这一点我也常常要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毕竟 差不多三岁就搬到高雄市了 随着都市经济发展 自己有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 这个心态假如没有调伏 这次在学佛也会急功近利 自己在弘法带组织 也会急功近利 强者先迁 这个不能不谨慎 夏天居导居是说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自聚分领 这个就是提醒 念佛要平平常常老实念去 可不要着急 我要赶快一心不乱 我要赶快把妄想断掉 这个都有着急的心 古人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修学的人要重视这一句 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 要降服什么 降得浮躁之气定 我们能不能察觉到自己的心 我们能不能察觉到自己的心 比较容易急啊 慌啊 这样的心呢 要受持佛法 很困难 召集的人 一召集起来 一句惊叫也提不起来 都是顺着自己的习气 在讲话 在做事 那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一定要习定 定须练习 念佛是习定 当然了 你得要会念才是习定 比方 这个念得很快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越念越着急啊 这个也不是习定 我们看那个地中念佛 你敲地中念佛 念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这个方式不适合你 这个方式为什么要快 让妄念进不来 可是假如你越念越着急了 那你可能 不是这个方式 师父领进门 修行要靠个人 你说别人念那么快 我 我不能输给他 我也要那么快 那你这个比较心 好胜心 用在修行上 这个习气在增长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自己是在大都市成长前 我们很难不受英远的影响 而且它的影响是不知不觉 大都市的步调都比较快 我们有没有随着这个都市的节奏 自己也越来越 急躁了 这个自己要观照到 那包含 我们公立思想太重了 就轻道义 重力 就轻义游 我们看一个组织 为什么凝聚力很强 其实这个都离不开 领导者的心 他很重情义了 当然团体就凝聚起来了 未有上好义 未有上好人 下不好义则也 未有好义 其事不忠则也 这个大学里面讲的话 人的心会互相交感 那假如我们看到 有人来到团体 他能帮我干这个事 干那个事 都是自己的利出发 不是先以栽培他为重 你栽培他就是讲义 那这样团体的流动率会很高 可是我看现在人 很难反省 其实这个都是精神 为什么很难反省 因为傲慢 被傲慢人 被找借口 这个习惯 都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这个就是精神的染污 所以 因为我在大都市成长 我自己也要警觉性很高 常常提醒自己 不能功利 要重义 清理才行 环境上的染污 很容易觉察 心地染污 不容易觉察 你说一个人很急躁 他自己真正看到了 他改不改 他就比较会去改 往往自己浑然不知 因为一急 不容易反观自行 一个人的急躁的心 会在哪里起作用 一言一行当中 讲话快 吃饭也快 走路也快 拉窗帘 常常会把窗帘拉坏了 其实这些生活的细节 都在给我们说法 这些生活细节 都反射出我们心的状态 是修行人不能 初心大意 像昨天 我常常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两天到山上来了 山上那个地 基本上都不是平的 有时候都会有 这有点落差 昨天不小心没有站好 脚也 崴了 一崴呢 还好不痛 但是也在提醒自己 因为昨天晚上 都要谨慎 身体法复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失业 当然稍微晚了一下 没事 代表拜佛还是很重要 你每天运动量不够 这个筋骨 不够放松的话 就会受伤了 所以都要在自己的一切 言动当中 观照自己 才能自己 清楚自己 心有哪些不妥当的地方 正如同我们脸上肮脏了 照照镜子马上就晓得 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心里的肮脏 不知道去洗它 是同样的道理 比方说 我们常常现在提一句 大家都很熟悉的话 叫爱你没商量 那这个心是有染污啊 有强势 有控制 可是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对啊 我为他好啊 这个就是 不知道要去洗它 我们自己静下来感受感受 我们给亲戚朋友的感觉是 如木春风 还是人家看到我们会有压力 这个就要自己去观照 老儿上的法语都是心地功夫 我们得照着去下功夫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对的也是错的 常常起我对人错的念头 要关照到 这往往是傲慢比较强 人这一生呢 最可悲的是被自己给卖 被自己给出卖了 把自己无量节眼 稀有难逢的英语给毁掉了 这个才可悲 被别人卖了 可不可悲啊 被别人卖的是消业障 消一消 还一还菜 也不见得是坏事 所以最可悲的是被自己卖了 没有打破自欺一关 还在骗自己 污染之深 污染之广 污染之严重 佛要不说出 我们确实想不到 读了佛经 才知道我们染污的严重 西方极乐世界 无论在心理上 在环境上 决定没有染污 我们能相信吗 佛说的这些话 是真的吗 我们没有去过极乐世界 只听释迦牟尼佛这样讲 当然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 不会打妄语啊 就是今天所讲的 人格保证 佛法里讲的 我们要信圣言量 信佛所说的 信圣人 所教导的 释迦牟尼佛是圣人 不是凡夫 他教我们 不妄语啊 他自己决定 不会欺骗人 我们的信心呢 是从这里建立的 这个人性 圣言量是善根 我自己 一开始学佛 我对老和尚讲 跟佛讲的 没有怀疑过 因为 自己觉得自己也不愿意骗人 怎么可能 佛菩萨圣人会骗人 而且呢 世长老人家又说了 佛菩萨是应鸡说法 应我们的鸡 随众身心应所知了 所以一来呢 对他们的教诲不怀疑 二来呢 也相信 他们这些教诲啊 是弃我们的鸡的 我们都做得到 要有这个信心啊 我们都做得到 大家有没有遇到 哪一句教诲 觉得自己做不到 这个我们可以提出来探讨 假如都没有探讨 但是心里面就觉得 好难哦 好难哦 这个念头才是障碍 外面不是障碍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自己的心 这一点认知是很重要啊 真相是世事无碍 外面没有障碍 障碍在心念的分别之主 好 这个佛呢 这个佛呢 深深世事事不妄语 所以他的舌头可以把脸盖住 这是修出来的 三世不妄语 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不知道大家照过镜子没有 造完没有舔到 那可能我们这几世还是有妄语 过耳能改 善莫大焉 我们现在还打妄语 那麻烦哦 为什么 知法犯法 现在已经明白道理了 那这是最佳一点了 这个不好玩了 其实这个 无量寿经特别提醒我们 善悟口业 不记忆他 这个口业不好说 大学里面提醒我们 好额知其恶 物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你喜欢这个人 又知道他的不足 你讨厌这个人 又知道他的优点 这样的人不多 好 那我们来体会一下 你讨厌这个人 你看他客观吗 你看他准确吗 好 那我们假如看他不客观 不准确 你只要谈这个人 自己就在忘 大家去体会体会看看 我人家只有两分错 我们一开口 就是人家就是六分错 这样有没有忘 不客观了 所以心 不能放人家的过 像你去讲任何一个人 都不客观 都是大忘 再来 你讨厌他 你可能就会犯两事 就会讲他的不好 这造成人与人之间 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善入口业 不及他过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信圣言量 这个信心 从这里建立 这样的信心 够不够 我们一般会生烦恼 就是信心不够 大家真的 要自我关照这一点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 我们因为愚痴 才会生烦恼 所以一有情绪了 一定跟怀疑自己 怀疑他人有关 斩草要除根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 我们要把这个怀疑 从根上把它砍断 师长进一步分析了 实在讲 这样信心不够 所以我们听到 其他的说法会动心 就证明我们的信心 是不够的 如果你在一个 很单纯的环境里 行 因为没有听到异端 这错误的这些 见解说法 你一直信下去 如果听到别人 有另外的一个讲法 讲的也很有道理 你的信心就动了 就改变主意 舍弃念佛法 这样的事 自古以来就很多 所谓退心 改修他法 要坚信 这个念佛法 不容易 欧毅大师说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获 他其就是另外的路 另外修行的路 不会被其他的路 迷惑了 影响了 这个是大智慧 不可少 善根福德应允 得神比国 善根要够 才不会对这个法门怀疑 我还曾经听过 这个年龄 应该都 大我 十几岁有 他都听老案讲经 最后被什么影响 人家跟他讲 你看 那个老法师的鼻子 有点歪 所以你不能听他讲 我当时都快昏倒 连这样的说法都能受影响 人呢 这个疑心太重 也没有去了解 老儿上为什么鼻子有一点歪 因为老儿上的性情 非常讲道义 好打抱不平 所以他念小学的时候 比他好像大两届 小学大两届 欺负人 老儿上看不惯 小时候就看出老儿上 非常仗义的人 当然他老人家 性格很仗义 但是你看修得这么柔软 也是功夫 老人家的眉毛那么黑 决断力很强 但是最后都能横顺周身 整个性格完全放下 这是功夫 诸位仁者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性格 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在佛经里面看到 经文说哪尊菩萨很有性格 没有 那要行菩萨道不能有性格 不然就不能横顺周身 你很有性格 他也很有性格 两个人就打架了 彼此的习气就杠上了 所以今天我们跟哪个亲戚朋友闹情绪 这叫半经八两 还在那里批评对方 这个用小时候的话 那就修修脸 这个修修脸应该全球都有讲 半经八两 还有资格说别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还能跟人家杠上 就是习气性格相抵触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下一次跟人家稍微有点不愉快 马上回观仿造 太丢脸 功夫就这么一点点 一下子就被转掉了 这个时候要用上 感谢对方提醒我 原来我这个习气还那么重 他是来提醒我 来成就我 这个是习人 所以这个太容易影响 包含有人说 居士不能汇集 这个说法也影响了很多人 大家想一想 连廉词大师都引用王龙诗居士的汇集本 那廉词大师在表演什么 我们在网上 佛在给我们表演什么 佛表演 请文殊菩萨跟几个大阿罗汉去见 因为文殊菩萨是在家佛啊 哇那这个表演 给我们四众弟子看的哦 平等 平等哦 佛法是平等法哦 我不能说 哎呦我出家了我就高了 那我的心就已经不在佛法上了 包含 我们看六祖大师啊 请问他得一波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啊 在家居士哦 打者为师哦 所以不能被轻易被一点说法就影响了哦 当然你被影响憋得慌啊 我很愿意跟你探讨哦 可以提出来啊 这是善有唯一的好处 当然我刚刚也说了哦 老儿上佛陀教我们都是应我们的机的 都做得到 假如您觉得有一句做不到啊 真的要提出来 不然会越来越影响自己的信心 当然我们探讨完了啊 那还是要依我们探讨的 好好去突破自己的 这个怀疑心 恢复信心 怎样才能真正建立信心 特别是我们初学 必须要有理论做基础 这比单单信佛啊 要殊胜一些 这也很难讲 因为有些人呢 对于圣人非常尊敬 一点不怀疑 善根福德深厚 一般凡夫啊 对圣人都打问号 我曾经也遇过一同修说了 我非常相信释迦牟尼佛 但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我说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那他讲的第一句话 你相信吧 他当然相信了 他导人家说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像啊 那你我都是众生啊 都具如来智慧得像啊 那你现在怎么又怀疑自己呢 所以信佛 就是信他所教的 都是真实不虚 不能自己感觉起来信佛 事实上在思考事情 看待事情 都没有照佛经 都是照自己的感受啊 这个就会偏颇掉了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这个华语也是很严重的习气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是放下 我现在有一个高度的警觉 我只要思维了 就是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来思维 我一言一行 依照经典的教会 来说话 做事 而且呢 越做 越有信心 你照着做了 就有受用 越有受用 信心跟着增长 今天有很多出家人 甚至于老法师 都不承认 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圆满 德能是圆满 称佛万德万能 不过是赞叹之词而已 未必是真的 这个就是依凡夫心 测度圣人境界 现在这一种心态 被认为是符合科学的精神 所以 很难解 所以如果有理论支持 就比较容易让人相信 你看老和尚这一段话 也是观察现在的众生 你没有讲一些理论 甚至没有讲一些科学证明 他那个怀疑去不掉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老和尚 八十岁以后 常常都举量子力学 这些科学 最前卫的科学 来证明佛法这个理论 就比较容易让人相信 好 理论是什么 大经上常讲 心尽则土尽 这是他最基本 最值得我们相信的 所以老和尚 见到江本圣博士之后 常常依他这个实验结果 来宣讲这个真相 这个物质是随心转 静水心转 那个江本圣博士那个书名 叫生命的答案 水之道 心念好啊 讲出来的话 这个水结晶漂亮 水是物质 而且人体 百分之 差不多七十是水 小孩子就更多了 所以心念好了 你这个身体 就会 随着转变 身体是一报 心是正报 所以这个心尽则土尽的理论 最基本 最值得我们相信的 净土是亲近心变现出来 什么人的亲近心 是自己的亲近心 自己的真心变现出来 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心作心事 经修节奥第十一拜 我们从这一部经 仔细观察体会 阿弥陀佛在因地 修亲近心 果地上 成就亲近国土 又接引十方 身心亲近的众生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折着互相交感 这个原则 他决定不能变更 因此我们晓得 极乐世界的众生 无论一报正报 都是亲近的 没有染拙的 我们才能信得过 所以修净土的人 什么条件往生 经上讲得很清楚 无论贤得还是愚昧 无论老少 无论凡胜 只要你心亲近 就能往生 一念亲近 就一念身 你看这个 甚至于是修其他法门的 若有众生 助大成者 以亲近心 向无量寿 他把所修的功德 回向求生 其他世界 一念清静 就一念身 念念清静 就念念身 经上说得很清楚 灵命忠实 一念实念 接得往生 老和尚常说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那我们的心 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不受人事物的 染污干扰 这个修行要靠个人 我们在随文入冠复习 刘老师一段法语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我也见过这个 很喜欢交朋友的 叫人来风 看到老朋友聚在一起 我看到呢 高兴得不得了 那个心都是一直在那里浮动 激动 激动也是烦恼 这个 装人爱真多 有没有想到谁 心里闷闷的 那个就是 憎恨性 我心里不装饰 装饰是非多 装饰就染污了 一口气不来 就随着这个事去投胎了 我心里不装物 还有没有喜欢什么 收集什么东西 装物 贪恋都 有人贪恋那个谷腕 谷腕那些东西 要往生的人 这些东西 尽快处理掉 不然心里都搁这个东西 那天 有人拿 民国的 这个大营员 来给我 我赶快把它换钱 换钱可以 流通法宝 那个营员放在那里没啥用 好 那一念 是怎么个念法呢 亲近念 这里一念里 没有妄念 什么妄念都没有 就符合这个标准 就能往生 当然这一念 能亲近 不是 你马上念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亲近念 海贤老和尚提醒我们 要念一段时间的 而且还要看每个人下的功夫 我们从老和尚的教导 老和尚特别善观察 他观察 净土圣贤路里面 这些往生的榜样 发现 一接触念佛法门 差不多很多都三年就走了 这不可能都是刚好生病了 不可能 这个观察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增下功夫 不用太差 我们再进一步感谢黄念老给我们表演 一天念十四万神 念了半年就走了 他把三年再浓缩 六分之一 那我们十四万除以六 一天念两万多 这样念三年 而且黄老太直碑了 抱歉 刚刚断掉了 怎么每一次讲到重点都会断 这应该是提醒我们 警觉性要高 这个无量节来西游难逢的大事 不能掉以轻心 要吻操胜券 十拿九吻还不行 就要吻操胜券 所以不能让黄老白表演给我们看 而且他不止临终表演给我们看 他在讲净土之良这个专题 开头讲了一段话 他老人就说 哎呀 我是生死的凡夫啊 就不能不重视修行啊 自己每天还要修法 还要写书啊 种种事情啊 然后一天佛号 其他的不算 一天佛号三万 我当时听得很震撼 这样的法语啊 不容易听到 这样的大善知识不容易遇到 珍惜他们所教的 所表演的 自己就得大利益了 所以海贤老师上提醒我们 这个要念到清静 并不是一天两天念出来 而且在念的过程呢 都要总结经验的 不能说 我们念了几年佛了 人家问我们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呢 嗯 我也不知道呢 差不多吧 修行不能打迷糊仗啊 我念佛啊 过去烦恼 未来烦恼 现在烦恼 有没有越来越少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的妄想 只要字句分明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身佛号要分明 这几句教诲能真正 用上了 这个念佛啊 心就越来越清静 妄念就越来越少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没有染源 没有污染的源 六成都说法 都增长会命 这个也是阿弥陀佛 考虑的非常做到 所以现在 我们从极乐世界 得到的启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室 我们的团体 这个环境啊 也要布置的 尽量六成可以说法 人家进到 你家庭道场 比方说 你的孩子进到家里面 他看到这些布置 心就暗下来 你看古人 一进到客厅 桌上摆的瓶子 你看瓶子非常 文雅 就代表 静门就要心平气和 这些家庭的布置都在说法 你看挂一个如意 是吧 回首如意 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就会吉祥 静看别人的问题就不吉祥 而且很顺的时候 要及时回头 得意时 我参观过这个古建筑 出门 那个墙上 梅养 梅兰竹举 是君子 提醒出门 要交君子 朋友 对自己影响很大 这个极乐世界给我们的启示 当下都能用 染污的缘断了 人心是清静的 环境是清静的 极乐世界的殊胜就在此 读静中的书 要没有把事实搞清楚 就很可惜了 事实搞清楚 理明 理论 道理 明白了 信就生 信生 怨就切 怨很切 你就老实念佛 就行专了 所以理明 信生 怨切 行专 那你这个念佛越来越专一了 行专 功存 你的功夫越来越纯索 业静 你的业障就消了很多了 望就消 真就显 真心就慢慢拓出来 所以好好念了 所以好好念了 深深唤醒自己 结专下 结专下 所以说 结业之手 因此修静主的人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修清静心 不能是我念佛的时候清静心 其他做事情心都不清静 那这个你真正念的时候 也清静不下来 一定是在一切时一切处 都要念清静心 正如华言经所说的 立世练心 那我们以老和尚的法语来练 处逆境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净消 练这个心不要起称慧 随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不及贪心跟愚痴的心 福慧权限 这两句法语就包含一切境界了 包含一切事项 练自己不贪不称不吃的心地功夫 好 一部华言经 清凉大师把它分为四科 就是四小四大段 这四大段 他用四个字 信 解 行政 来判定 前十一卷办所讲的 是毕如泽纳佛 果地上的一正庄严 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美好的状况 如果想多知道一点 就念华言经前十一卷办 因为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那个都是一正法界 殊胜境界 毕如泽纳佛的果地 一正庄严 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 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庄严的具体说明 说很多 说得详细 是让我们相信这样的一正庄严 是自信 清净心 显露出扬的 不读华言 不知佛家的富贵 其实就是读了之后知道自信的庄严 自信有无量的福德 能够成就一正法界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能生万法 第二大段是解分 因为分这四大部分 信解行政 就是前面第一份的详细说明 你完全理解了 明白了 这个时候的信 才是真信 断以生信 疑虑没有了 你才会发愿 真正的学习 道理明白了 要照着真理去做了 这就是行 行是修行 修什么 修清净心 所以主师说 真心一法不利 我们常常 心念还冒很多念头 那个离真心都有距离 而一下让我们心上什么都没有 我们还不容易做到 所以这一句万德鸿鸣就很方便 心上就放这句阿弥陀 其他的妄念不要让他进来 这也是注在真心 因为这一句佛号本身就是自性的德号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说 自性的德号 所以这是阿弥陀佛殊胜的法门 让我们 以凡夫心来持这个名号 可是却跟实相念佛是平等 这个就是太殊胜 所以持名念佛 暗和道庙 其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这些理我们了解了 那真是分秒必争 老实念佛跟念实相的功德力 灭罪的力量一样 那不念才是傻瓜了 所以应光大师说 不念佛非于极狂 不是愚昧 就是太狂妄了 那你真的明白了 理解了 你就肯行了 所以这一点 诸位特别要记住 用什么方法修 华言经上 开了两千多个法门 方法 方法 手段 这个静可以不同 他的方法手段 不一样 可是他的目标方向 一定是相同 都是修亲近心 一般讲 都修禅定 无量无边的法门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 法是方法 门是门境 这是法门的意思 中国人讲 中国人讲门道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门道 修的都是定 尤其在静中 经题上就是亲近心 就修这个 清静平等绝经 心到真正亲近 就生智慧 智慧不是外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 是你本有的 要相信自己 念这一句佛 是深深幻醒自己 无量光束 是我本觉 我现在起心念佛 方明死觉了 死本不理 就直屈绝路 最快成佛的方法 当然你在念的时候 可不能夹一个 我要很快成佛 那你这样念 也不相应 那个就变成 急于求成了 就平平常常 字句分明 老实念去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我们会起烦恼 就是信心不够 所以大家遇到 信心不足的时候 要把六祖大师 这二十个字 好好多念几遍 本智清静 本不生命 本智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本有的 而且是无量无边的智慧 无量无边的德能 无量无边的才艺 正如六祖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性 本智具足 一样都不缺 是你自性里 本来具足的 从什么地方显现 从亲近心显现 所以才晓得 亲近心重要 《金刚经》上说的 很明白 信心亲近 则身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就是智慧 得能 波罗智慧 万德万能 只要循着 这一个原则 去修行 这是真正的佛法 都是修定 修禅定 所以 正法一定是 因界得定 因定 发会 显发出 自己本有的智慧 离开了这个方向 目标就不是佛法 无论你用什么功夫 都不是佛法 所以一进佛门 就把修学的纲领 三归一 传授 给你了 三归一是传授你 修学的纲领 绝阵境 这是一体的三面 一而三 三而一 你得到一个 另外两个 必定同时得到 我在讲习中 常常劝勉同修 抉择法门 一定要知道 修学的纲领 看我们是从 抉门境 还是正门境 还是静门境 那要静门 哪有说 从三个门 静 那一定静不了 好 今天跟大家就先交流到这里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是从恩 下记 三图 若有见闻者 稀发 无提心 尽此 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